那現在有人是認為說 這一波疫情是失守了 認為您要下臺 你回來回應 右邊問到下臺負責 陳時中沒回應 自動消音六秒鐘 本土疫情大爆發 在野黨猛烘陳時中 幾乎天天要他下臺 他話裡充滿無奈 你已經下臺的意思是 這類問題我現在都不回應 這類問題了 基本上我們大家在位置上 就好好做 不過陳時中這句 已經下臺實在敏感 指揮中心記者會上 媒體再度追問 陳時中的意思是要辭職了嗎 疫情拉緊爆 台北市長柯文哲 3月20號就預言 4月疫情反撲 結果4月1號本土案例破版 4月18號柯文哲又說 這禮拜全台大亂 相隔一週指揮中心宣布 居隔縮短為3加4 有網友稱讚柯文哲是預言家 但陳時中的話有點酸 預測讓大家做參考 今天早上有看到 有那個印度的神童 也都不錯 我們是醫生 不是算命的 所以事實上這些資料 完全不是預言 完全就是按照科學資料 都可以畫出土來 今天最大問題是 他一切都是 事先知道的時候 為什麼沒有準備 這才是問題 照我們現在的預測 要到5月20號才會達到 我跟妳講 我們現在離那個最危險的 洪洪你知道 還有好幾天 柯文哲繼續預測 最困難的時刻還沒到 無論科學家還是預言家 中央或者地方首長 面對疫情難關 都得繃緊神經 保住人命 柯屁柯市長是不是預言家 請教玉惠姐之前 我們再來看一下 剛才阿中部長的回覆 他說預測就是 給大家做參考 如果看到印度神童 其實他也覺得不錯 不過最重要的是 要實踐 推測的部分 就是讓我們可以規劃目標 講到推測跟實踐之間 玉惠姐還記得嗎 其實好像是前幾週 柯市長也丟出了軟性封城 不過最近在問他 他又變成說 且戰且走了 我真的不曉得 到底哪一個是柯文哲 講的是真的 因為柯文哲只要一張嘴巴 我就覺得他是在胡說八道 他只要一張嘴巴 我就覺得他在說謊 像我們現在看到 小朋友在打這個疫苗的事情 台北市從5月5號開始打 我們現在開始打的是莫德納 那小朋友現在在台北市 打的這個疫苗 大概願意打的 有一個學校 大概只有2成8 2成9而已 其實是非常低的 當然我覺得這個是家長 他們做的一個決定 我們都完全尊重 那問題來了 有的是在學校打 有的說要去社區打 你到底要在學校打 還是在社區打 我覺得這台北市政府 沒有給家長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方式 去理解學校到底是 你要讓家長何去何從 這完全不知道 那剛剛講到快篩 台北市老實講 我們台北市民真的很辛苦 從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在排口罩也好 我們在排疫苗也好 我們所有的台北市民 真的像蟑螂一樣 我們真的是打不死的 台北市長是怎麼折磨我們的 大家還記得吧 七八十歲的長輩 他叫你去爬好汗坡 在大太陽底下呢 那叫你去排隊啦 然後我們搬著板凳 然後早上7點的時候 我們去打疫苗 然後你遇到柯文哲 他問你說你幹嘛那麼早來 我8點開始打 你幹嘛七六七點來 是你不對 這是柯文哲欸 然後來這個花博打疫苗的時候 那大家這個排隊 那個要打疫苗 他不讓大家在小診所打疫苗 他非要把大家擠在一起打疫苗 這些都是台北人 我們過去經歷過 現在快篩又是一樣 我給各位看的這個數據 這個是5月4號的時候 所公佈的 這個是快篩發給地方縣市政府 發給地方縣市政府的是什麼意思 就是公費的 就是要給一些居家隔離的 那個自主健康管理的這些 的確這個我們總共 一直截至5月4號 總共政府是發了282萬劑 台北市是拿到46萬劑 新北市是拿到85萬劑 因為新北其實確診人很多 我們今天看到新北市 1萬多人確診 那我們看台北市 你如果從4月12號開始發 然後一直到5月4號 你搞到現在還有12萬劑 發不出去 你這是怎麼回事啊 這也難怪你居隔單拍不出來嘛 然後你所有的台北市 很多的人你在家裡面 你拿不到居隔單 你根本不知道你要何去何從 也就是說 你有將近大概兩成六的人 因為新北市 我在這邊並不責怪 因為新北市的人真的是多很多 雖然說三成 但它的比例 你看它是85萬劑 那它是台北市的一倍 那台北市竟然你還留這麼多 台北市你在搞什麼 台北市最愛跟高雄比了 人家高雄剩一成 人家高雄也沒有少多少 人家23萬劑 所以我真的是要問你柯文哲 那拜託你柯文哲 疫情 你每一次都跟人家講說 這是你的專業 結果呢 你剛剛跟人家講說 這疫情如果 這個接下去要怎麼辦 你靠直覺 靠直覺 我還需要你當市長啊 靠直覺我們每個人都可以當市長了 靠直覺我們用拔筊就可以了 還需要一個市長這樣子嗎 還需要你用黃珊珊來代替你來執行市政嗎 今天我們需要的一個市長 是希望說在疫情的時候 我們不要講台北市長 我們今天需要任何一個政治人物 或者是我們今天需要 你在任何紛亂的時候 是希望有人可以出來 可以安定民心 可是偏偏台北市長 是在趁亂的時候趁火打劫 所有的事情他是來添亂的 他就人家講說 哇現在疫情 哇完蛋了 要天下大亂了 要無政府狀態了 真正無政府狀態的 就是我們台北市好不好 對不對 隔壁的議員 真正無政府狀態 就是台北市 要居隔單 找不到居隔單 打電話給里長 里長求助無門 打電話給衛生所 電話不通 打給所有的防疫計程車 很抱歉 我們台北市的防疫計程車最少 這些都是台北人 你看我們台北 你不要去跟桃園 去跟別的地方比啊 我們台北號稱首善之區 一開始開出來的 那個PCR 那個人家高雄開23個 我們台北開7個 為什麼 是因為柯文哲 在之前去年的時候 得罪了一大堆人 得罪了診所的醫師 得罪了大醫院的 這些教學醫院的醫師 沒有人願意跟他合作 在台北市民嗷嗷逮捕 在台北市民最需要幫忙的時候 我們的市長 因為個性討人業 去幫我們把所有人都得罪光了 受苦的是我們台北市民啊 他現在還一支嘴吼吼吼吼 然後一整天在那邊胡說八道 在議會質詢的時候 告訴你 他用直覺來判斷 他的直覺都是錯的 他的預言都是錯的 從去年一直到現在 去年他說要兵推 結果搞到大家擠在大賣場裡面 今年他說要軟封城 去年還記得吧 他一下說要兵推 一下說要夜市解封 今年一下說要軟封城 一下說要開齋節 到底哪個是柯文哲啊 你回去可不可以搞清楚 你陶修郵件 你可不可以告訴大家 到底哪一個是真實的你 哪一個是有良心的你 還是每一個你都沒良心 來這個我們桃園的保清委員 怎麼看在台北市的狀況呢 因為柯市長很愛推測跟預言啊 有時候感覺起來很像是很想要跟 阿中部長過招的感覺 我只有講說他就是很會政治操作啦 所以印度有一個阿南德 台灣有一個阿北哲啦 柯文哲 這阿北哲柯文哲 那他還講說我這個不是算命 我這是科學 科學做什麼 科學就是要預測未來 然後找到解決的方法 這才叫科學 他就是罵了 罵說中央就知道這事件會發生 為什麼不事先做準備 我請問柯文哲一句話啦 三月份你就講四月會大爆發 我請問你你有多買篩劑嗎 請問你有多設篩檢站嗎 通通沒有 結果你更離譜的是什麼 叫大家說你如果沒有辦法篩到話 你就到醫院去做PCR 各位把所有輕症的人 或者沒有症狀的人 通通把他擠到醫院去做PCR 我請問你 他就是很嚴重的 然後擔任所有中症跟重症的黃金治療時間 做這麼離譜的事情 我請問你 你就知道要大爆發 你有在做準備嗎 更嚴重什麼 他做政治操作 恐嚇人民 我告訴大家 開始要這個什麼所謂的蓋方艙醫院 等一下又說蓋方艙醫院 講了以後也做不到 然後做什麼 現在講說這個台灣會大亂 台灣已經會大亂的啦 所以要軟封城 你看這樣恐嚇人民 一個政治人物是要解決問題 不是製造問題 所以他既不是算命也不是科學 都不是 他重要就是怎麼樣在混亂當中 勃起自己的聲量 喚起自己的政治利益 整個都是在做政治操作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看一個人 從前面看到後面 知道他一直在說白癡 然後每一個謊話 他就四個謊話來做支撐 他憑中央做什麼 包括柯文哲想好 我智商一五七 做事情只有剩下五十七 所以我們知道 柯文哲講的話 大家要去細細思量 他真的在為台灣的利益著想 還是永遠在做中共的協力軍 我們要想一下 來這個隔壁的原機員 原機員在新北 怎麼看這個醋逼 鄰居台北市現在的狀況 現在台北市還面臨到篩檢站不足 剛才這次來賓有提到 高雄人家開了20個篩檢站 為什麼高雄可以比台北多 台北不是應該資源是最豐富的嗎 那個篩檢的能量有兩種 一種叫實驗室能量 實驗室能量就是說 那個檢體送過去 它到底一天可以做到多少個 另外一個就是你實際上 把篩檢站開出來的 測檢驗的能量 那台北市的實驗室能量是最高的 他們一天是3萬 我們新北市一天大概是2萬出頭 對 可是我們一天 檢驗的能量可以到1萬多 那台北市大概 我想前兩天看台北市是說6000 我不知道有沒有提高 6000的檢驗能量 3萬的實驗能量 那這代表什麼 代表說它沒有把檢驗的站開出去 沒有開到最大 沒有開到最大 所以其實台北市都很得天獨厚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所有的醫學中心 絕大多數都在台北市 那新北市 因為那時候我們其實過去台北線時代 也想成立一些醫學中心 可是以前的政府就說 你們就去台北市看病就好 你台北線不用太多 那我們現在是升格了 可是醫學資源沒有辦法立刻跟上 所以其實台北市確實 我覺得在醫藥資源上是得天獨厚 所以當那個台北市的衛生局長 面對議員的質詢說 他們的醫療快崩潰的時候 其實我會覺得你們都快崩潰了 我們趕快去看一下我們新北市 那我們新北市的 不管是集中檢驗所或醫院的能量 大概只到大概三四成左右 可是我們確診人數又比他們多 所以實際上這是管理的問題 就是說你到底有沒有做好分流 比如說你的重症的 是不是都去醫院 你的輕症的 是不是都在居家照顧 或者是你的中症的 是不是去檢驗所 就是說你要針對一些 因為醫療資源緊繃 你要做一些在管理上面 要分流 我不知道台北市在這一塊 有沒有做到 那柯文哲是一直常常預言很多東西 那他的預言都有打到吸睛的效果 但我不曉得說他的預言 跟他想要推的東西 到底有沒有關聯性 他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你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就是說你一直告訴大家說 要軟封城 或者是你一直在預言 每一天的量會達到多少 或者是預言死亡多少 那你到底要幹嘛 你的意思是說因為會很可怕 所以你要降低活動 可是也看不太出來 他到底有降低什麼活動 那所以就 我真的不太知道 柯文哲要幹嘛 那雙北的部分的話 其實我們也有面臨到很多 比如說居住在新北市的人 他的小孩在台北市讀書 那台北的學校可能有停課 然後班上有人確診 然後那台北市的學校就會幫這些台北市民處理 比如居隔單或者是一些相關的問題 但是住在新北在台北讀書的人就完全就被 就完全就沒人理他 所以就常常有類似這樣的人去跟我陳情 他就說你們要回來找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你們台北市資源那麼多 不能夠順便一下嗎 你幫忙學校把資料報給新北市 對不對 那新北市就可以直接主動處理 而不是說那些家長求助無門 還要找到民意代表 所以我覺得說 可以處理的事情很多啦 每天在那邊預言 不如把民眾的困擾把它解決 才是大家需要的 是與其預言喔 真的不如好好做事情 希望這個台北市好好善用喔 所以剛剛議員說 得天獨厚這麼龐大這麼多的醫療資源 那另外其實我們也講到 其實我們台灣現在就是要慢慢走上 跟病毒共存的階段 現在全世界喔 全世界堅持要清零的 大概就只剩下中國了 好 中國河南的鄭州呢 也突然宣佈要封城了 現在鄭州的居民瘋狂搶物資 有的人是直接把整隻豬都扛回家喔 中國的封城亂象還有哪些呢 我們等一下回來 一直來關心